哈喽我是雅丽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吃一家酒店 然后在这家酒店里有一个展览 啥展览就是过年面包展览 看到没有 这里有各式各样各个牌子的过年面包 你不是说在酒店里吗 还有买票 要8块钱这样 就是进去看一下参观一下的话 每个人也要付8块钱 每个人要付8块钱 小孩没有钱 应该给你吃喝的吧 待会儿就是参观呢 参观然后要买点买点 参观也要8块钱 太夸张了 我也要吗 水来一瓶 李星泽以为买了8块钱的门票 水应该是免费的 结果水是要付钱的 而且还比外面贵 要2块钱 对吧 看着我看着我 你想多了 2块钱 外面只要买1块钱 那里有机器只要5毛钱 李星泽说里面既然有个机器 对 平常这种机器的水都卖5毛钱的 对 你看 水把它把它给拿掉了 不然的话大家都来这里买水了 谁还会到门口这里买2块钱一瓶水 正常是土豆 水它去掉了 里面机器水去掉了 不卖 有些人看得到 5毛钱一瓶 都要打败 对啊 买面粉 买面粉 对 面粉 对 面粉 好 好 这是巧克力吗 免费吃吗 没有 赶紧给小美丽拿块钱 你看 钱拿走了 他这个人是卖这个吗 推销这个是吧 那尝一口 我也尝一口 我刚刚尝了一下这个巧克力 非常好吃 我想说我们买的 他们竟然不卖 卖给那些开店的 哎呀 真的挺好吃的 说不定 你要我疯狂了 这么拿 你好意思吧 你真的拿没事 那你拿 是吗 那我再拿 来来来我们再尝一下一下 我来尝一下 我来尝一下 这是很普通 但是比上一家要好吃 对 这一家要比上面那一家好吃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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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的 门票卖8块钱 我觉得我们晚饭不用吃了 我觉得我们晚饭不用吃了 家家这个好吃吗 走吧 我们下一家 这个在我看来 下家下家 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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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家这边 下一家 在晚上不撑死啊 对 我们看一下哪一家最好吃再买 那些 买一家 尝一下 自家也一般 我发现他家的这个 很好吃 是这样的吗 不是 好了我们 买了刚才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 它卖5块钱 5欧 然后这个是20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广告上面写着 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就是拿奖的 最好吃的一个过年面包 是他家的 所以他家人特多 然后也没有说让你尝 你看前面都没有 他尝都不知道你尝了 就直接买是吧 太恨了 是2021年拿奖 多少钱一个 你给他50块 你看他找多少 我之前听了说是30块 50块找了70块挺好吧 我也来一张 30块 30块不贵嘛 所以说它不算很贵 好了 您现在还傻傻的在等 他切出来尝一下味道哪个最好吃 再买哪个 结果告诉我们他已经卖完了 前面这些都是空箱子 空盒子 这些都在这 刚刚我传了 这个跟美其林三星 那边的那家的味道差不多 这个只要买30块钱 应该不知道六个要卖50块 快点 但是当我们的照片 他说是三十五的欧 决定了我们再要了一个 买三个 它是三十 两百 对 两百一十人民币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年面包 确实不算贵的 你拿一个 你拿一个 现在这个年头这些面包 三四十 四五十 价位 都怎么讲的 都还觉得可以 能接受 但是在前几年 我没有太care吃这个之前 就是超市 超市会卖这些过年面包 一般超市卖的是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这样子 但是那些面包确实不好吃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些面包应该都是不好吃的 所以在意大利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想着说 过年的时候啊 要吃这些面包 要买这些面包吃 就是有一次 去美其林三星的时候 在他家尝过的 在那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啊 过年面包 有的可以这么好吃 就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我以为这个活动有很大 就有很多家面包 结果我们逛了一圈 也就是十家 然后让我觉得好吃的 也就是那么一家 对啊 估计还要什么叫 静泰顿 这家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家面包 林新松后面箱子 也都那么高 估计是不好吃 所以没有卖掉 不像我们刚才去的这一家 已经空了 尝一下吗 你要尝一下 直接吃饱了 晚上不吃了 对啊 很棒 好了 林先生吃了最后一个面包 跟你讲啊 最好吃的不知道是哪个 不过我最难吃的 我是跳出来了 最后那一家 对对 最后一家 就是这一家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为什么人山人海了 因为到了时间点 五点 就是快要了 他们会在这里 不是会在这里评论出 2022年 最好吃的过节面包 是哪一家都讲啊 哎呀算了 我们就不要参与了 他每个人都拿着手机投票 他好像开始了 他们开始了 算了 算了 我们就不用去了 我们走吧 他应该是评2022年的 对啊 因为2022 2021年的 是这一家被评最好吃的 所以他家的面包 是卖的最快的 确实 刚才我们那一圈逛过来 也就是他家是最好吃的 3 5 8 2 2 2 1 2 3 3 2 2 2 4